歡迎光臨 黃偉好 數位 幾個問題請問 這個 我們今年剛開放 日前剛開放人民幣存款業務 對不對 是 你們當初有估計到有高達兩千多億 的國人會去存人民幣嗎 呃 你們當初估計的這個業務範圍是多少 當時我們的異估其實 因為這個是一個動態的一個 是一個動態的市場 是 沒有錯 那我們也認為這個量會相當弧度的成長 嗯 所以說未來還是會繼續成長 呃 還是會成長 可是呢 人民幣從今年初到現在貶值了多少 呃 其實它也在動態調整 我當然知道 但基本上啦 是 這個趨勢是貶的 是 但是 但是 外界的看法 而且人行 行長 周小川 以及其他的人 認為第一屆還 第一屆還 第一屆還會繼續扁 但是 年度我們不知道啦 齁 那可預見的將來 第一屆還會繼續扁 但是 有人看法是短期間啦 那 是 動態調整 那 長期還會升值 所以當 所以當 所以當中國大媽還在 還在這個 這個努力去搶黃金的時候 台灣大媽去搶人民幣 你會覺得就是說 有這個風險啊 就是說 會對於國人 這個時候 對於人民幣 的存款業務 趨之若鶴 是一個 OK的 正常的 可以承受到風險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 還是說 一大一窩風氣存了 存了以後就 其實 所有的消費者 或是投資者 投資任何的產品 都有風險 都有風險 之前的這個聯動債也有風險 那當然風險更高 對不對 是 金融性衍生產品更有風險 沒錯 但是人民幣呢 人民幣它有 匯率的風險 在今年的啊 今年 可預見的將來 長期趨勢不敢講 可預見的將來 有匯率上的風險 每一個 投資外匯 我先問你人民幣 是 第二個問題 這個 之前有 包括 不知道彭總財還是誰 還有一些學者專家認為 我們對於 這個小額支付 的這個工具 是應該採取比較開放的立場 那在中國 那個保守 你看他們外匯都來管制喔 他們外匯都來管制 事實上他們金融的這個 這個 的自由化來講 比我們還不如 感覺 可是事實上他們已經開放很多小兒會隊 對 那你覺得台灣的趨勢 除了悠悠卡這種 不是小兒會隊 就是說 這個小兒支付 工具 除了台灣這種悠悠卡 或是 iCash這類的之外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利器 可以跟 國際上的 這個主要的 或是在 中國這邊 我們有什麼小兒支付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的業者 有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 經濟部跟 金管會 正在沿泥 現在已經報到院裡面了 第三方支付法 裡面就會有第三方支付的部分 這部分會協助整個電子產業的發展 第三方支付的部分 你會覺得是我們對台灣來講是 還OK還是 顯晚了 當然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越快越好 給予第三方支付業者 或者電子商務的廠商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是 好 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要去審慎 另外一個問題 在3月13號 主委您曾經提過 曾經表示股市可以上9000點 您認為 作為一個政務官 過去不管2008年馬英九總統 說股市要上2萬點 這個 這個尹啟明前部長 尹啟明委員 也說股市要上2萬點 結果呢 這個 這個 後來又說 那是玩笑話 您覺得這個時候 前農委會主委 陳主委 也說過了 說股市萬點是健康 你覺得這個時候 來做這樣的 的 這個 的這個 預測 適合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那一天是提到 胡茂 對金融業 包括銀行證件 保險公司 有非常大的 通過的話 對金融業有大的幫助 可是胡茂對於庶民 還有很多的傷害 我們今天不 今天不正面這個 那我認為說 通過之後 對股市 有一定的幫助 那你說 你何必在具體的點 具體的指數去講呢 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公開場合講 私下講 那你也知道 這種私下場合 常會被人家引述的 沒有 還是希望你注意啦 是 好不好 這個問題 主權基金 講了很多年了 那金研院 這個台灣金融研究院 金融研訓院 這個傳播出版中心的 副副所長 提過了 這個台灣有成立主權基金的必要 您覺得咧 其實主權基金 它的屬性 每個國家不一樣 當然 但是 是台灣要不要成立啊 我相信相關主管機關 正在研議當中 但是這不是 財政部 金管會主管的範圍 我希望 對啦 你這個知道 不是你主管範圍 你就可以知道不用講了 是 指數點 這個金融是你主管的 可是 指數 有需要在這個時候講 我覺得是不需要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主委 好 謝謝王委員的質詢 下一位請 羅書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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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場 邱志偉 委員